哈喽小尔顿们,这里是你夜晚短暂停留的温暖,欢迎收听睡前说晚安,今天的你还好吗?我是罗伯,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,记得关注罗伯小姐的晚安电台。 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里面有一句话,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,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,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。 可当你走过他走过的路时,你连路过都觉得难过,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并非是事情的真相,你了解的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,你对我的百般注解,不及我的万分之一,却是一览无余的你。 人们常说,爱出者爱返,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句话,因为它告诉我们,感情不仅是一种付出,更是一种收获。 当你用心去爱别人时,你会发现,自己的内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 看到爱人开心,你会比他更开心。 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,纯粹的感情,是源自于你内心里面最深处的柔软。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,就不要害怕结局,在你能爱他的时候,就用力去爱。 因为不是每个人,都能够很幸运地遇到很爱很爱的那个人。 因为有一些人,我们能够遇见,就已经是上上前了。 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,无论你遇见谁,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,绝非偶然。 他一定会教会你些什么。 不要预设和某一个人度过一生,要学会顺其自然。 命运把你们带到哪里,那就是哪里。 天若有道,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 天若无道,那就应该顺应天明。 缺失的爱,应该向内去探索,而不是向外找寻。 只要我们能够在内心里找到安全感,灵魂始终保持自我,感情的浓淡就不再那么重要。 总的来说,感情之道在于安全,而又自由。 无论你走到哪里,那都是你该去的地方。 经历一些你应该经历的事,遇见一些你该遇见的人。 今天就是这样,感谢文案提供,默默在努力。 希望我的声音能够温暖你。 这句晚安,把你入睡。 明天见。